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小周師傅 那今天要介紹大家一道叫做 烏殼綠竹筍炒雙版豬 首先我們現在教大家 怎麼就是出一筍子 你先畫一個斜刀 然後你就順著它 慢慢切 筍子纖維是往上長的 它是直的 所以你一定要是逆尾去切它 那筍子買回來也提醒大家 那務必馬上當天就把它煮起來 不然就是你要先把它 燙好 因為筍子很容易纖維化 接下來我們就要 開始來煎我們的松阪豬 我們一開始先煎它 煎到它出油之後 然後接下來就下筍子 讓筍子去吸它的油 然後去炒它 你不用怕它老 因為它其實肉質很Q 你看像我們的松阪豬其實煎到兩下起來 我們先去切我們的松阪豬 告訴大家這個松阪豬怎麼切齁 一樣就是你紋切它 我建議呢我們可以切斜的 它就會切出來呢就是變成是薄薄的斜片 切來後你到時候就是 很難薄齁 這個牙口不好要小心 我五瓜可說的可以再接 那現在呢我們就是把我們的肉呢 再回鍋跟筍子一起炒 煎一下醬油 煎一下我們的米粉 然後一樣有一點胡椒粉 才夠味 切到糖跟鹽 接下來我們稍微把它拌一下 我們大概下50C到140C的水 然後呢稍微的煜開一下 再下蔥泡跟辣椒把它一起拌一拌就好了 好這一道呢就是推薦給大家 很下酒很下飯的烏殼綠竹筍炒中版豬 還OK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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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